继中共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上个月27号 通过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后 中共政府网在16号正式公布了改革方案的50条措施 这份方案能否改变中国足球目前的种种弊端 球迷们又希望中国足球如何改革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16号 河南省洛阳市建西区 景华路实验小学的操场上 一大群孩子们抱着足球跳起了操 一人一球上下左右 同一天 天津市北城区宜兴部第三小学的学生们抱着足球在奔跑 当天开末的校园足球文化节将持续一个月 让小学生们如此忙碌的原因就是这个 大陆媒体说 自从校园足球上升为国家战略后 由小学学校开始自编足球操 准备用它来推进校园足球普及 不过 立刻有网友吐槽说 足球不是拿在手里的 是用脚踢的 最可怕的就是这种单纯为了迎合上面的政策 而衍生出来的违背足球的现象 政治 政绩和足球不分开 就像它引发的现象受到争议一样 足球改革本身也处在争议当中 作为中国球迷心中永远的痛 足球的改革受到很多人的期待 而这次改革具体方案分三个阶段的目标 近期目标主要是理顺足球管理体制 中期目标则是要大幅增加青少年足球人口 使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 男足挤身亚洲前列 女足重返世界一流 而远期目标要申办世界杯足球赛 男足打进世界杯 进入好运会 中国男足近十年来一直处于低谷 位置存在踢甲球 吹黑哨 职业联赛组织混乱 管理体制僵硬 官员腐败 人才培养不利等种种问题 这次大力推进足球改革 能否扭转这种现象呢 中国的体育是一个非常畸形的体育 就是它的政治制度跟它的体育是分不开的 它不管从选拔人才也好 都是为了政府服务的 当它有这种概念的时候 它在相当程度上就把一个社会的 政治文化 体育文化 一个社会的整个的心态全部覆盖了 这个这一天两天可以变的 不是说你有一纸文件 就可以把这个事情改变过来 这份方案中提到的改革第一点 就是整改足球协会 要让足协和体育总局脱钩 不设行政级别 按社团法人运作 财务公开接受监督 不过体育总局副局长 足协主席蔡振华16号又表示 足协与行政脱钩并不意味着放松政治领导 足球从中国的体育总局独立出来 这个说法也不是现在才有 以前就有过 只是名头变了一下 其实里面的掌控机制 还是由中国共产党 还是由政府来掌控这些东西 其余的改革方案还包括 改革职业足球俱乐部建设和营运模式 改革推进校园足球发展 改进足球专业人才培养发展方式等 前国家队篮球运动员陈凯认为 如果中国人不真正理解体育的精神 摆脱中共控制 那体育始终处于压制竞争的状态 缺乏对个体的尊重 这也是中国足球水平上不去的症结 那么中国球迷又向往着足球怎样改革呢 球迷陈先生至今仍对2001年 米卢率领中国国家队首次进军世界杯 淘汰阶段的比赛 津津乐道 自由的竞争 对球员个体的尊重 足球精神和职业精神 无论是职业人士还是球迷 都希望这些能让中国足球真正改变 进军世界杯